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白宫贸易顾问纳马罗的最新消息 他在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一次的冠状病毒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 并且在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暗示 这种可能致命的病毒是中国政府故意制造的 CNN的塔普尔在国情咨询采访时与纳瓦罗发生了口头冲突 这一位白宫官员在采访中指责中国可能有目的地催生了这种病毒 塔普尔问纳瓦罗 你说是中国制造了这个病毒 我是不是听错了 纳瓦罗回应道 你没有听错 这个病毒是中共的产物 在我们得到一些关于那里实验室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在那个失货市场发生的事情信息之前 我们知道那个病毒是在中国孕育的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该病毒是被有目的的制造时 纳瓦罗表示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我说的是病毒来自中国 中国共产党要对他负责 这就是我的看法 纳瓦罗这样表示 他还表示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在被证明无罪之前就是有罪的 塔普尔问纳瓦罗他是否有证据支持他对中国政府的指控 纳瓦罗回应说塔普尔应该把这个问题问给中国政府 塔普尔表示如果习近平主席接受我的采访的话 那我很乐意 他还提到了CNN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一个节目 并且一直表示他对中国政府非常批评 纳瓦罗回应道 这并不妨碍你每天都可以问这样的问题 而塔普尔表示我不是为中国政府辩护 他补充说道我很想看到你似乎暗示的指控的证据 他们是故意制造的 现在北京方面对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辩护 这样的一次病毒起源于中国的武汉 而中国方面在回应外界质疑时 一直表现自己没有透明度和公开度方面的问题 一直负责任的分享有关病毒的关键信息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 外资购买在按中国债券的数量 在五月份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表明这个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正在成为吸引热钱的磁铁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周五公布的数据 外国基金净购买的债券数量 比四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四 达到了一百九十四亿美元 同时机构表示 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 达到了二百三十八亿美元 这表明中国个人还有公司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这些数字证实了从其他机构的数据中所看到的 强劲的资本流入的趋势 记录在案证券持仓的上海清算所的最新数据显示 外资持有的中国在案证券已经升至历史新高 截至五月底非内地投资者涌入的中国在案债券 未平仓合约达到了二点四三万亿元人民币 占到了总持仓的百分之二点六 是历史的最高比例 清算所表示仅仅是五月份外国投资者就增持了一千一百四十六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债券 创下了十八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案证券的强劲流入 可能是在冠状病毒爆发的情况下 美联储主导的全球货币宽松政策 以及在超低甚至是负利率的世界里寻求收益率的结果 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的债券市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因为其主权国债的回报率相对比较高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这样表示 他说中国每年的投资组合流入量可能会达到一千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上个月取消了对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配额 允许他们随意引进资金 这是鼓励此类资金流入的一个象征性的举措 截止上月底包括外国央行在内的八百二十八家海外机构通过债券通 这是一个允许中国大陆和海外投资者在对方债券市场进行交易的计划 投资了中国债案债券 同样是在五月有十二家新机构首次开始持有中国的债案债券 在美国一直威胁要与中国脱钩的时候 中国政府可能会对资金流入的规模感到高兴 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兼外汇监管部门的负责人 上周在上海的陆家嘴论坛表示 外资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年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俄罗斯相关的一条消息 我们知道俄罗斯将于六月二十四日 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主要的边境城市举办大规模的阅兵活动 届时俄罗斯会展示能够发射核炮弹的超级大炮 还有其他刚刚投入现役的新型的进攻性武器 有分析认为相关举动显示 俄罗斯时刻提防中国丝毫不松懈 为了纪念二战胜利七十五周年 同中国接壤的一些俄罗斯远东边境城市 在六月二十四日也将同样举行空前规模的阅兵活动 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 俄罗斯在六月二十日在所有的阅兵城市举办了最后一次总彩排 在与中国仅有一江之隔 在黑龙江对岸的岸边城市 阅兵彩排展出了一大批刚刚投入部队的新型的进攻性武器 包括多款能发射核炮弹的超级大炮 世界上最大的二百四十毫米的玉金箱排击炮 装在坦克底盘上 还有二百零三毫米的牡丹花自行炮 两款一百五十二毫米同样能够发射核炮弹的风信子 还有金荷欢自行炮 这些超级大炮都是在冷战时代开发的 许多被部署在欧洲 柏林墙倒塌 苏军从东欧撤走后 很多大炮被转移到了远东 但是大多被封存 最近几年俄罗斯重新启封这些大炮升级改装 随后把他们部署在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 负责升级改装牡丹花型巨炮的是乌拉尔运输机械厂 他曾经在四月表示 这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自行火炮 美军也曾经装备过类似的火炮 但是在九十年代已经退役 部分军备专家批评 冷战时开发的这些巨型巨炮 存在着防护性比较差 机动性比较低等缺点 但是反对者也认为 这些巨炮在经历升级改装之后 可以装备智慧型的导弹 因此命中精准度等性能都会大幅的提升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 随着苏联和中国的交恶 还有边境冲突的爆发 苏联军队曾经紧急从北极还有欧洲南部 调派军队驻扎在远东对付中国 因此后来又分别组建了第二十九还有第三十五集团军 在乌兰乌德的俄军第三十六集团军 在二战期间的主要对手曾经是日本的关东军 在一九四五年这样的一支苏联军队的部队同样出兵中国 甚至一度驻防在大连 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俄军的远东部队 剑指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二十九集团军的任务还负责召看当地的一些大型武器仓库 在俄罗斯军队几年的大规模军演中 曾经演习检验过部队的投送能力 根据演习计划 俄军的部队从欧洲抵达远东后 从远东的武器仓库中提取设备直接可以投入战场 而时事评论员则表示 虽然俄国和中国两国不断声称 对方应该是背靠背来共同对抗美国的 但是苏联与中国当年交恶留下的历史阴影难以消失 很多俄罗斯人尤其是经过苏联的老一代人 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威胁和侵略者 专家表示这个人的印象是两国当年那种敌对和不信任仍然被保存下来了 俄罗斯防备中国的策略也没有改变 让人觉得俄罗斯在时刻戒备不能懈怠 随时准备着应对中国可能干出的一些坏事情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个贸易相关的一条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已经暂停从美国肉类巨头泰森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工厂进口加勤 因为根据报道那里爆发了冠状病毒 海关总署在周日表示 在这家代号为P5842的工厂 证实工人感染了冠状病毒群后 海关总署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他表示该工厂的所有物品 包括那些最近抵达中国港口或者是即将抵达的物品 都将被暂时扣留 现在泰森食品尚未证实这样的行动 也没有透露受到影响的数量 根据报道 他们主要是依据海关部门的注册出口商档案 受到影响的工厂位于亚里桑那州的斯普林戴尔市 泰森公司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表示 已对其在阿肯萨州西北部的工人进行了病毒检测 发现其中有四百八十一人 也就是总共人数的百分之十三呈现了阳性 最新的事件显示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正常的贸易流动受到干扰的风险 这也凸显了中美两国在一月份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难度 根据协议北京同意购买额外的价值两千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泰森公司是在十二月获得了中国当局的批准 从其在美国的全部三十六家加工厂向中国出口加勤 而加勤一直是中美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政治敏感问题 二零一零年北京对美国加勤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引发了长达数年的争端 在二零一五年在美国遭遇禽流感爆发后 北京禁止了所有美国国家加勤进口 这样的禁令直到去年的十一月才被解除 当时有一百七十二家美国加勤企业获准开始重新向中国销售 一个月后第二批一百七十七家企业又开始向中国销售 从三月份海关机构的进口目录中增加了四百四十七家美国的猪肉生产商 四百三十八家牛肉的生产商 还有五十八家加勤企业 可以看出中国努力促进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证据 但是来自北京新发地食品批发市场爆发新的冠状病毒疫情以来 截至周日现在已经确认了二百二十七例 中国现在一直对食品污染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的海关机构从周三又禁止了从一家德国公司进口所有猪肉 因为该公司的部分工人对于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稍后 好 好 感谢观看